好 轉換焦點來看到2024的星光電競大賞 4號盛大的舉辦 許多電競明星的一周現場是相當的熱鬧 同時也請到了TOYES擔任頒獎人 沒想到宣布通聲獲獎的那一刻 通聲相當生氣上台開噴說 找販毒的來頒獎 讓現場的像畫面一度相當的尷尬 讓獨孔神 輕鬆幽默的狗 犯毒的來頒獎 你們在知道他為什麼不這樣 來來來 不要那麼生氣 犯毒就要多來介紹審判好嗎 你來這邊幹嘛 丟人 丟死人了你 不要臉了你犯毒狗 現在場面 一度失控 是 看嗎 這是一人的活動嗎 好死人喔 死人了 好了啦 做出效果 對 抓緊緊緊緊 好 那麼昨天的電競大賽 原本獨孔神是開心帶著老婆 還有小孩子來到現場 要共襄勝舉的 沒有想到因為頒獎人TOYES 搞到現場是非常的尷尬 甚至呢這個老婆和童神 都是氣到當場離席 對此呢 老婆003也回應了 ET Today 游戲雲 說如果我知道頒獎人是TOYES 你覺得我還會來嗎 現在場面 一度失控 是 是 嗨 你為什麼這樣做事啊 整人的媽媽 不是一個整人的獎項嗎 不是一個整人的活動嗎 好死人喔 ET Today 游戲雲 私下詢問003 是否知情TOYES要擔任頒獎人 她聽到後立刻回應 事前完全都不知情 如果有 你覺得我會來嗎 還帶家人 來看販毒的人 可以當頒獎人 003隨後在臉書發文表示 主辦單位辛辛苦苦讓我排出時間 帶著未成年的孩子 去看一個有販毒官司的頒獎人頒獎 我真的沒想到 我努力排除萬難 來參加並支持的活動 會這樣對待我 我認為孩子 並不適合觀看這樣子的內容 主辦單位大可事前跟我說 而不是鼓勵我帶著孩子參加 星光大賞 卻因為頒獎人TOYES效果做過頭 而引發了統神奮而離席 對此中華電子競技協會 也發表了聲明來道歉 今年專業技術及娛樂效果獎 我們邀請TOYES及亞洲統神兩位 擔任我們的頒獎嘉賓 除了兩位在電競圈長年貢獻外 也是電競社群中有顯著影響力的意見領袖 在安排獎項頒發時 由於協會為周全考量 讓兩位同臺時發生了狀況 造成了兩位當事人及親友的不愉快及困擾 而深感抱歉 主辦單位也補充說明 本櫃立場一直以來都堅決反對任何人觸碰毒品 電競大賞因為邀請前電競選手 直播主TOYES頒獎而引發爭議 而主辦單位中華電子競技運動協會的臉書 一夜之先湧入了網友留言狂刷24字洗版 網友們在相關的文章底下留言洗版 謝謝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 讓我們知道政府支持販毒 而中華電子競技運動協會連夜發出兩篇聲明 第一篇聲明強調就提到本會立場 一直以來都堅決反對任何人觸碰毒品 而在第二篇聲明當中 協會表明電競大賞活動目的 在於表彰在電競領域的貢獻與影響力 所有入圍者得獎者的個人其他經歷 並未列入本會資格審查範圍中 而經過此次事件 未來會審慎評估是否需要制定 不得擔任頒獎人或入圍者的相關條件 我們現在在Youtube的直播間也開了一個投票 要問問大家 統神電競大賞槍TOYS你認為如何呢 那麼選項有1統神槍的有理 選項2是TOYS被罵是無辜的 那麼選項3是主辦單位非常有問題 選項4是一切都只是做效果而已 那也歡迎網友們呢投票 並且跟我們分享你的看法 那接下來呢持續帶您關注 因為呢在電競大賞上面呢 班獎人TOYS和得獎人統神引起的衝突 也讓不少民眾呢就質疑說啊 這個指導單位體育署他是不是這樣子做 是支持毒品等等的相關議題呢 那麼對此體育署在今天上午呢 也做出了聲明 表示從來沒有同意擔任 星光電競大賞的指導單位 同時強調政府對於毒品零容忍的決心 也不容質疑 體育署在5日上午發出聲明表示 2023星光電競大賞頒獎典禮 為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 自主規劃籌辦 體育署並沒有同意擔任指導單位 提供補助以及活動規劃 已經告知協會不得擅自列為指導單位 而針對頒獎人事件 體育署的立場就是 運動競技不能與毒品劃上等號 政府對毒品零容忍的決心不容質疑 未來也將會繼續投入資源 監守毒品防治工作 也會加強輔導該協會 避免相關的情勢再次發生 好轉換焦點來看到82歲前民進黨的主席 石明德 經常住進了家戶病房洗腎 而性命隨為 也傳出他的女兒已經緊急搭機反台 來替爸爸加油打氣 而資深媒體人陳文憲更表示 好友石明德肝癌復發 如今也盼外界幫他集氣 共渡難關 對你個人只是一生的一小步 卻是台灣國主的一大步 民進黨前主席石明德曾為民主政治奮鬥多年 如今82歲的他卻傳出住進家戶病房 性命垂危 石明德的好友資深媒體人陳文倩四日表示 石明德肝癌復發 11月中住進醫院治療 原本情況一度穩定 但回家後卻又大出血住進家戶病房 陳文倩更說 石明德打給他交代遺言 他感受得出來 石明德對生命已經失去鬥志 而開過三次刀的石明德不僅肝癌復發 但也有問題 二日更突然肺積水演變成肺水腫 又加上細菌感染 身體惡化快速 無法自行呼吸也無法排尿 必須緊急洗腎 情況相當危急 陳文倩更指出 台灣的民主政治是許多人用一生換來的 石明德過去就有25年在坐牢 如今一黨獨大 他若有任何不幸 他會甘願他犧牲了25年的民主成果 是這樣嗎 陳文倩也說 目前石明德的子女接回台替父親加油 以盼外界能替石明德集氣祈福 希望他能度過難關 希望他能度過難關